我們要請教邦華 在最近賀錦麗的身世 扶搖之上 而且民眾黨他們好像想出了新招了 面對川普跟范斯 他們是用這個字 weird 怪怪的 很詭異 這樣來形容他們 而且好像還蠻有效的 對啊 現在一個字來形容 美國的大選就是怪 為什麼呢 因為怪這個字 居然變成現在選舉最夯的語言 這個其實我來介紹一下背景 因為賀錦麗現在要找副手 所以很多想要當副手的 在電視上都要表現 力求表現 那其中於明尼蘇達州的 州長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提出了這個觀念 他說你不覺得他們怪怪的嗎 他就列舉一些 川普說的那種很瘋的話 還有范斯也常識也 他說我覺得他們就是怪而已 然後他就解釋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他說因為你說他們怪 你就不要把他們看得太認真 對 他們就是怪而已 你那麼認真的把他們那麼看重做什麼 而且很多人會覺得說 之前拜登都說什麼 他們是對民主的威脅 很多人可能get不到這個點 但你講怪 大家是完全都可以認同的 完全 因為他們就是怪 而且怪這個字 沒有真正的侮辱性對不對 因為怪的人也可以很好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會覺得自己low啊 可是你說怪 那我跟你說有沒有打到 你覺得有沒有打到 一定有打到 因為講到你真的很怪怪的 你就不想跟他坐在一起吃飯 對 而且為什麼還有打到一個原因 就是川普 川普是一個很自戀 極端自戀的人 你可以跟他罵來罵去 OK 可是你今天如果說是貶低他 然後就不理你 他受不了的 對不對 他最不能忍受就是忽視他 所以你接下來他講什麼 你就說他就是怪怪的 你不要理他就好 那不是瘋了嗎 他不能忍受被忽視 他絕對不能忍受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字 的確有打到 有打到 那可是另外一邊講回來 我們必須就是說我們公平的說好了 川普跟賀錦麗 其實有個共同點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其實都沒有真的很會 論述這個政策 對不對 對 川普是不是一天到晚 他的政策論述就叫做 攻擊攻擊再攻擊 侮辱侮辱再侮辱 對不對 那賀錦麗呢 就是有時候講話也是重重重重複 然後沒有什麼邏輯 然後突然會不可置之這樣笑 那所以呢 這個共和黨正義也是針對他 就這樣瘋女人啊 什麼什麼各種名詞來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名詞 我覺得是有打到 就是要賀錦麗的 叫做DEI hire D是diversity 然後E叫equity 就平等 然後最後一次inclusion 就是融合 意思就是呢 你呢 不是因為你很有能力 所以拜登選你 你是因為他想要有多元化的一個組合 對 所以呢 這我覺得有打到 因為你想想看 當時真的那年在採訪這個民主黨 多少人啊 二十幾個都要出來 很多很優秀 所以說賀錦麗本身的背景都占便宜了 是啊 那當初他選他 我們就說 哦呀 因為你要選他爭取一些 要融合 要多元化 對 那其實是不是有打了 我覺得有 所以他很 他上了一個 川普 他最近 上了一個 全國的一個記者 就是非洲裔的 來邀請他 然後呢 他對 在這裡 參加全國非洲裔的記者 協會的活動 然後呢 就有個主持人 不知道為什麼 就針對這一點 一直問他 你說賀錦麗是不是 DI 你講 結果我不曉得 為什麼川普不就直接說 我覺得是就好了 對不對 他就一直不願意說 然後呢 他就一直逼他說 他就一直不願意說 說到後來 他居然冒出來說 他是黑人嗎 他說 賀錦麗是黑人嗎 我怎麼沒有注意到 他覺得他應該是印度裔 怎麼忽然變成是非洲裔 不過他講了這番話 被大家說又失言了 我跟你說 這實在是不誠懇 對 我在美國住了很久 如果你呢 血液中 只要有一滴黑人的血液 你就是黑人 這就是美國的一個特色 你看歐巴馬 他是黑白 有沒有人提過 他另外那個 百分之五十的白人 沒有啊 大家都覺得 他就是非洲裔 對不對 賀錦麗 他非洲裔 加上印度裔 他就是被認為非洲裔 這是在美國社會一個 為什麼 他們就是這樣子具有蠻有歧視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他講這個有一點點不太誠懇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這是我認為 因為那個場合都是非洲裔 對不對 非洲裔的記者 非洲裔 大家在看 他是不是要來搞分話 就是說 你們投他是因為黑人嗎 我覺得他不是黑人 他是印度 他是印度 可是我不覺得 對 對 我不覺得會很有效 因為大家都知道 美國剛剛講 好像有點反效果 對 我覺得會有點反效果 而且讓這個選戰 現在就進入了一個所謂的 identity politics 但他說他是從林肯之後 對非裔族群最好的總統 對 這實在太誇張了 好嗎 所以現在會變成說 一個老白男面對一個非洲女 這個就是所謂的認同政治 如果這樣打下去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打下去 其實你要有想一個 到底爭不爭取得到中間選民 對不對 你們就這樣打 一邊強調白人 一邊就是非洲 然後少數民族 其實要爭取到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在乎是什麼 就是我的生活能不能 真的變好 對 那在這一點上 其實必須說 川普是有點優勢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對 美國再次回答 所以他現在針對 川普的這個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說We're not going back 現在你聽 所有他們的造勢場合 他們所有賀錦麗的選民 就是說 Not going back Not going back 可是這個 我覺得還不是那麼的有力 因為你就是不想回到四年前 對不對 因為這跟那個歐巴馬當初必須講 我覺得最會喊口號的 就是歐巴馬那一次 歐巴馬 你還要創造歷史 賀錦麗也要創造歷史 可是歐巴馬那時候是 Yes we can 有沒有 那個就非常有力道 所以現在賀錦麗 還沒有一個真正讓你覺得好感動 你看第一個 可能是第一個女性 而且比較容易懂的一些 比較明顯的這些口號 可以帶動大家的這個情緒 對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他選副手 就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他真的是要去爭取那一些中間選民 尤其在鐵鏽州 就中西部那些 所以接下來他的副手非常重要 必須能夠有能力替他拿下那些州的票 那這個他事實上必須要很快的做出決定 因為八月七號之前 他必須做出決定 現在就是說這個選舉 另外一個怪的地方就是 賀錦麗的確需要靠 副手來幫他加分 真的 對 好 剛剛幫我帶我們看到 目前川普跟賀錦麗的民調 其實也是在這個伯仲之間 所以接下來賀錦麗究竟會公布誰 所以是他的這個副手就顯得非常的重要 整個八月國際局勢會被牽動 整個股市的表現 包括真主黨的指揮官 還有哈馬斯的領導人雙雙玉席 我們請教邦華 中東局勢全面升級 會變成是一個區域型的戰爭 現在真的是有那種一觸即發的感覺 從一個指標可以看出來 那就是油價 所以看到對 拿西德州 中級原油上漲了三點一八美元 另外布蘭特原油 九月的教科家也上漲 漲幅其實都還算有一定的程度 最主要他們就是知道的消息是 伊朗的最高的領導 最高的領袖 已經下令說可以直接攻擊以色列 這以前從來沒有過 最主要就是以色列做了一件 讓伊朗實在是無可忍受的事 對 蘇克人 蘇克人 為什麼呢 其實他就暗殺 可是以色列在到處暗殺 不是第一次 常發生 可是這一次非常特別 為什麼 他在呢 這個伊朗的首都德黑蘭 去暗殺了那個哈馬斯的高官 哈馬斯一個非常高級的 叫哈尼亞 那個這個呢 哈尼亞是到那邊是做什麼 事實上是受到伊朗的邀請 他參加伊朗總統的就職典禮 也就是客人 貴客 結果居然把他給暗殺掉了 是不是讓他覺得很沒有面子 對 對 所以他們很氣 這個氣呢 氣頭上還發到了美國 他們認為沒有美國 你在背後給情報 這是不太可能 因為他們 覺得有美國的支持 跟授權 對啊 他們的安全 其實上是非常的注意的 那另外有一點要提一下 這個哈尼亞不只是高官 而且他是負責以哈 這個他們現在停火協議 一個最重要的關鍵人物 那你這是什麼意思 就等於你以色列根本就不想要真正 要達成停火 那顯然 納唐亞胡就是刻意的 他要延長這個戰爭 他現在唯一可以延長 他政治生命 就是讓這個戰火一直的持續 不然他就貪污 他要被抓去關 如果停火 他政治生命就完了 所以呢 他這個是非常挑釁的一個動作 那現在伊朗其實之前 一直都有很克制 現在呢 他現在如果真的是最高領埃 而發了這樣子的命令 真的要去攻擊以色列 那戰事就無可避免會擴大 對不對 因為其他的 他的盟國要不要加入 然後真的把伊朗加進來 美國要不要停 就去停以色列 那這個影響會有多大 對 就變成全面性的戰爭的話 那好了 問題來了 經濟不只是經濟而已 還有對美國的大選 對 會牽動到整個 美國在11月的總統大選 大選要怎麼選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非常值得關切的一個話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巴黎正在辦奧運 不過很多外媒遇到不速之客 就是像貓一樣打了老鼠